将反汇选的观念传递到校园当中 台中地检署和台湾数位光训科技集团 共同举办高中值反汇选影片甄选活动 依据专业老师、媒体评审等方式评估后 这天公布甄选结果 由台中一中、大甲高中等四所学校获奖 希望透过青少年的无限创意 来提升民众的反汇意识 提升民众的反汇意识 台中地检署和台湾数位光训科技集团 共同举办高中值反汇选影片甄选活动 依据专业老师、媒体评审等方式评估后 这天公布甄选结果 希望借此将反汇选的观念传递到校园中 主要是希望反汇选的理念 能够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 特别是包括在学校 我们希望说像是一颗种子 能够深入到我们每一位学子的心中 让他们成为反汇选的尖兵 成为整个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基础 影片中诉说为了提高民调铤而走险 行贿被教官抓到的情节 反映从校园延伸到社会都可能有行贿情形 影片征选结果由台中一中、大甲高中、明台高中和新大附中四所学校获奖 我们制作这部影片的时间大概是两个礼拜 然后中间比较困难的是我们在想题材 然后研究题材的时间花了比较久 然后当我们知道我们得奖的时候 那心情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虽然我们中间有遇到困难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有把它好好呈现出来 我们希望从一个民主法治社会的角度 去鼓励学生去拍摄一个符合现代公民素养的一个影片 然后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呢 达到一个对社会大众宣传的效果 以及具有正面的教育意义 台中地检署表示透过创意宣导 加上民众对反汇选的支持 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力量 不但选嫌与能也匡正社会风气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不倒